跟各位介紹一下 使用3D這邊怎麼做輸出 其實你可以看到有兩個介面 一個是2D 一個是3D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這個地方 我們先看一下上面2D的 這個如果你做好了 你可以從上面這裡 按右鍵其實也可以 因為它是平面圖就從下面這邊 可是這樣對各位來講有點太小 有沒有看到有人叫輸出SVG 那你按右鍵其實也有 按右鍵 比較容易 有沒有看到輸出SVG 請問SVG是點陣還是向量 對它是向量檔 也是我們現在標準網頁上的什麼 HTML5的向量格式 就是繼Flash之後 因為Flash雖然也是很普遍 可是它不是標準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輸出SVG 那如果你有Elaze或Code之後 你就可以編輯它 如果沒有呢 想辦法去哪 想辦法去哪 不用啦 你要看的部分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它是網頁標準 所以其實你把這種檔案下來下來 點兩下你會發現它用什麼打開 用瀏覽器打開 所以看OK 但是編輯就沒辦法 你就必須要用就是向量編輯軟體 目前向量編輯軟體 你說如果說 真的要功能比較完整 然後效果比較好 還是Elaze或Code之後 那外面也有一些其他 就是那種向量編輯軟體 可是效果真的比較差 就是功能沒那麼多 這是跟各位第一個提到的 那麼你存成這種用Elaze或Code之後打開 它的塗層每個物件都還可以再移動 就都有保留下來 所以它不是全部合起來 不是全部合起來 這樣了解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做好 適當的平面圖之後 你在那邊再去怎麼樣 再去做修正 這樣就會事半功倍 對不對 基本的東西就可以在這邊先做好 那再來我們看下面這個3D這一塊的 3D這一塊首先 當然你要先調整好你要的角度 就是你那個攝影機的角度 看你要從哪邊輸出 你覺得你們家從哪裡看 你比較滿意的 那距離也是一樣 你就把它先調好 假設我要這個角度 確定了 你看上面這裡 按右鍵當然也有 但是你看上面 有沒有兩台 這裡有沒有兩台 這裡有兩台 一台是照相機 左邊這一台 右邊這一台是攝影機 那你應該知道攝影機要幹嘛 做動畫的 對不對 做動畫的 所以我們現在先用照相機 先儲存靜態的就好 那你從這個地方把它按一下 把它按一下 好 它會跳一個視窗出來 在這邊 來 我把它拉過來 這樣有看到了對不對 有一個那個輸出的視窗 那重點呢 你先看一下下面 這裡 它預設輸出是比較小 400x230 那高度 不一定 所謂高度不一定是什麼 因為它預設是使用 你的這個3D視窗的比例 所以如果你的3D視窗 就是我現在右手邊這個3D視窗 有的人剛剛是很扁 有沒有 因為它位要上面比較大空間 所以這個比例 你看我這樣一條下來 有沒有只剩147 這裡 所以它是以這個比例來 那當然你可以不照它的比例 怎麼辦 你就來這邊自己改變一下 它可以針對4比3或16比9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都是寬螢幕 是不是都16比9比較多 你就可以強迫它 我就照這個比例 那就不見得說是依據你所看到的 假設我就先變16比9 好 第二個 它的品質的部分 品質的部分 它總共有4種輸出的品質 高速度 就跟你現在在下面看到的差不多 反正 就是把你現在有的直接輸出 好 那你往右手邊 往右手邊 拉拉拉 到了第三跟第四以後 會差在哪裡 下面這裡不一樣 這裡不一樣 你看我再拉一次 我拉回來 第三個還有對不對 第二個 有沒有不一樣 有了 就前面這兩個 是比較快速的 所以它沒有幫你算什麼陰影 光影的變化 可是3跟4 3跟4就不一樣 它開始幫你計算什麼 你要哪一天 有沒有不同的 比如說冬天跟夏天 太陽的位置不一樣 對不對 再來 時間點 預設是中午12點 不過通常我不會選這個時間 因為你選這個時間 輸出的 通常輸出的檔案會比較亮 就有點太亮了 以我的感覺來點 這樣有點太亮 好 那 所以我會把這個時間 變成就是早上或者是傍晚 那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打燈嘛 所以你就先不要用晚上 因為沒有交電費的話 你應該知道一片漆黑 速度最快 哈哈 所以 你來這邊 我就用上午好 你點到它 你不要直接把它刪掉 你點到這個 上下午 按一下 有沒有 右手邊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是白天然黑夜 好 那我在這裡 上午 再走走走 大概五六點以後 是不是就亮了 對不對 好 假設我早上八點 那我選好了 你再用 那當然你要速度比較快 你可以先 不要輸出太大的 這樣輸出 速度比較快 如果你要 比較最後的 你要輸出高品質 你再把它調比較大 調比較大 好 就按開始 這個時候它就開始 一個一個慢慢的算 它就真的很認真做 但是你會很明顯看到 跟我們在下面看到是不一樣的 下面看到你有沒有發現真的沒有陰影 對不對 因為它讓你操作上比較方便 有點像在玩遊戲那種感覺 可是你玩真的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它做這種高畫質的輸出 但是這個就是 跟這個有關係 好 因為減滋感效能 就會很明顯影響到 如果你 剛開始 其實我建議就是 先用大概400 800 因為它這個區塊 一次輸出會比較多 因為細緻度沒那麼高 但像我剛剛給各位看這個虛擬攝影棚這一塊有沒有 這樣手要收回來 不然會不見 要出區一點的話 這樣那邊曝光 這樣就可以出區一點 好 你要像我輸出這個當背景的 我就輸出到1920x1080 那那個時間就會比較久 你看這邊有沒有做光影的變化 有對不對 好 這樣 好的 所以你知道哈利波特怎麼做的嗎 哈哈 哈利波特不是有那個 斗篷嗎 會引擎的那一種嗎 你就穿綠色的就好 OK 所以這個東西 那你看 這邊 有沒有感覺會比較不一樣 對不對 跟這裡的變化 那這個可能你要完全輸出之後再來看 那如果你輸出好了 在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儲存 他就可以 因為這種輸出就是真的是點陣圖 我們剛剛上面2D是向亮的嘛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點陣圖 他預設就是PNG這個格式 PNG這個格式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變成一般的那個 你看 早上有沒有發現我們背景它一個 好像早上的太陽的 嘿 那事實上這個背景都可以改 都可以改 好 這樣OK嗎 老師那個日期會影響到季節啊 當然啊 因為陽光的方向不一樣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 一開始畫的時候 這裡不是有紫北針嗎 所以你今天紫北針 也就是說你的方位不一樣 你陽光照進來的角度 這個就不一樣 你有了解齁 嘿 所以你可以調整好之後 比如說我的這個 假設我這個 雖然它在輸出 我上面是可以繼續動的 這樣了解齁 就輸出歸它 好這樣有沒有做好了 你看後面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後面有影子 哇 這個網狀 有沒有這裡有影子 因為現在陽光是從這一邊這樣過來的 對不對 跟你在下面看到的品質 真的有差吧 那你就可以從下面這邊 如果真的做好 還炒了一塊 做好這一塊就會亮起來 它已經剩最後一塊拼圖了 好 OK的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都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因為你在這個小視窗看 尤其是輸出比較大的圖 這樣看是比較不準 所以你就存起來之後再打開 用你的看圖案你打開 這樣的話那個細節你比較看得出來 那我剛剛講過 如果說你真的有方位上的需求 其實可以搭配一個東西 你看這裡 我這裡可以把它框起來 你知道嗎 我們內建是沒有這個功能 但是外掛有這個功能 我可以把它做旋轉 有沒有 做一個旋轉 甚至你可以那個尺寸 有沒有 你們家比較大 那你做好之後 如果你要調 是很難調 我可以直接用外掛 直接resize 所以為什麼我要加一些外掛給你 是因為它官方的功能有些不夠 那你透過這個外掛 我就可以直接幫你的房子 你有沒有看到的人搬家 搬家整個我 有那個廟啊 什麼的 它就直接 它就直接 我們這邊 因為如果你多個物件 是沒辦法直接旋轉 單一個物件 我們不是有那個旋轉工具嗎 但多個物件這邊不行 怎麼辦 就靠它 你看我就來旋轉 好你要轉90度 我就直接轉90度 你看 這樣我們哪有馬上轉方向嗎 對吧 你下面當然輸出要重新輸出一次 可是你會發現這樣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所以外掛的功能 為什麼要特別再給各位 就是因為它原始軟體 可能還沒有這個功能 可是有人幫它開發 這樣了解了 所以就給各位稍微玩看看 它的N度在上面這裡 如果你做錯的在上面這邊 有沒有 當然你按Ctrl加E比較快 Ctrl加E會比較快一點 可以穿上去 要小心 請點兒 打開 不選擇 買點兒 應該會贅心 很快 ヨット 宜安